泰国王室拥有数千亿财富,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王室 这些年以来王位争夺总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马哈·瓦吉拉龙公为了能成为泰国国王 曾经与施灵通公主争成了竞争的关系 还狠心将他的四个儿子赶出泰国 并成功熬到了普密鹏国王的去世 在67岁终于继承了父亲的王位 如今马哈·瓦吉拉龙公国王年事已高 一些遗留的问题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 特别是那四个曾经被他抛弃的儿子 当地时间1月7日 泰国二王子来到了印度比哈尔著名的佛教圣地菩提加耶 和这里的印度高僧们一起打坐 二王子穿着一套白色的套装坐在最前面一排 身材魁梧非常强烟 虽然他是泰国的二王子 但目前仍然是美国国籍 王室的身份没有得到父亲瓦吉拉龙公的认可 不过海外的泰国人对这一位王子可是非常支持的 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忠实的支持者跟随 相比于美国 印度离泰国要近很多 二王子所到的地点与曼谷直线距离只有2000公里左右 他这一次飞到印度 其一是为了增加自身的曝光量 其二是向父亲马哈 瓦吉拉龙公国王施压 马哈国王废除了王子们的皇家头衔 明定禁止儿子们访回泰国 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24年 孩子们都已经长大 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自然心中有万分的不甘 明明自己是泰国王子的身份 在这24年里却随着母亲颠沛流离 这对于四位王子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众所周知 泰国都是一个微笑的国度 几乎95%的人都信仰佛教 而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 二王子此次来参观印度著名的佛教圣地 说明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 他不仅在著名的大绝塔合影 还在大绝寺庙盘坐牌照留念 随行记者为他拍了很多的照片 就是为了增加二王子在社交平台上的影响力 在四位王子中 只有二王子在童年时剃发做过和尚 当时普密彭国王也非常看好这一个孙子 还让失利及王太后亲自给他送斋饭 前途可谓不可限量 在普密彭国王去世之后 王子依然不被允许回国跪拜爷爷 他只能在美国的寺庙中剃光了头发 以表达自己对爷爷的哀思 二王子在美国考取了法学博士的学位 并获得了律师执照 他为了爷爷甘愿剃光头发 这一份孝心天地可见 这些年来二王子在国外频频发声 猫头直指父亲马哈瓦吉拉龙公国王 回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他在今年来过香港 这一次又来到了印度 而且每一次出行都有记者跟随 就是希望能得到泰国王室的重视 不过到目前为止马哈国王 并未对四个儿子做出任何表态 他在年轻的时候为了争夺王位 犯下了错 如今也没有任何脸面与儿子相认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